今天依然是和淡水鱼系列死磕的up主 之前刨坑说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对淡水鱼的土腥味这么敏感 结果稿子改到头土 今天就把淡水鱼万恶之源之一的土腥味按在地上细细摩擦 祭奠我逝去的头发 在土腥味这件事上淡水鱼是妥妥的背锅侠 土腥味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水中的蓝藻、绿藻、龟藻和住在淤泥里的放线菌 它们会向水体释放以土臭树与恶甲基翼坎存为主的土腥味物质 这些物质在鱼体中复集成功让淡水鱼腌制入味 不过当土腥味物质稀释到一定浓度你并不会觉得臭 比如下过雨后清新的炒土味 比如你女朋友的解放菊菌喝满如瘾 臭与香其实不过是营念之间 就像是爸爸臭味成分之一的银朵 高浓度是爸爸味 低浓度时就是茉莉花的香味 如果你想制制茉莉花香水 可以通过主祥提令银朵 然后用酒精西式千倍 Bingo 配上一个精致的玻璃瓶送给至爱的朋友 友情一定能天长地久 说回土腥味 土腥味物质清脂性强 喜欢做脂肪的甜狗 几分钟就能从水体 透过腮和消化道进入鱼的脂肪 让鱼有那味 鱼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才能把它们排出体外 而它们偏偏又难融于水 待在水里阴魂不散 逮住机会又会往鱼身上蹭 长此以往便顺利的和鱼长相厮守 鱼越大越肥 脂肪越多 味道就越重 所以说甜狗啊 还是要脸皮厚 才不会一无所有 更后援无耻的是在追求脂肪的道路上 土腥味物质们可谓来者不拒 什么阿鸡阿牛 长期喝有土腥味的水 产的蛋和奶也都会带上土腥味 这土腥味的奶 绝对是吃土患者的福音啊 每日一杯 从内到外 方向涌存 舒坦 虽然土腥味们狗狗碎碎 但人类对它们的反正常能力也不是盖的 只要一点点的含量 你就会发现它们的存在 举个例子哈 你坐火车时 放了一个臭鸡蛋味 全是硫化氢的屁 可以把整个车厢的人都臭晕 如果把硫化氢换成土腥味物质 那这个屁可以恶心400节车厢的人 即使它们掩藏在鱼肉中 鼻子的反正常能力依旧很强 以鱼为例 每斤鱼肉中土腥味物质的量 超过0.00000025克 你就不会残余的生子啦 而是感觉鱼对你另有所图了 超过0.0000001克 你就想请专业团队了 为什么我们对土腥味物质的 增长能力这么强 这是一个关于生物严化 和生存哲学的问题 喜欢生活在潮湿环境中的放线菌 再生孢子的同时 释放土腥味物质 部分生物如骆驼 可以通过追踪土腥味 在荒漠中寻找到水源 喝了水的骆驼 就成了包子的免费巴士 帮助放线菌 进行种族扩散 另外 土腥味也意味着微生物存在 以酵母为食的果蝇 就可以依靠对土腥味的厌恶 在一堆腐烂的水果中 精准的找到没有被微生物覆盖的酵母 来避免吃到有毒的微生物 下次 大家在闻到这个味道时 不能只想到难闻 要感受到生物演化 生命哲学的力量 养殖淡血鱼的土腥味往往更重 因为它们一般在静态小水体中进行养殖 水质容易复营养化 成为微生物绝佳的培养品 水温身高 口粮充足 微生物们享受自由恋爱 不考虑计划生育 土腥味物质产量 形势一片大好 要养出没有土腥味的淡血鱼 办法也不是没有 积极控制水体的微生物生长 或是告别土糖 用水泥池或地魔池养殖 也可以在卖鱼前 把鱼转移到干净水体 付个价 都有助于洗刷土腥味的屈辱 只是以上这些做法成本较高 鱼的价格也会贵一点点 亲事了亲事了 当然如果你像我 穷的吃土 土都吃了 还怕少土腥味 疫情期间苦连多日的厨艺不是白学的 用料酒 香醋来个护溶萃取 用煎炸来个加薯挥发 再加上花椒大料 绝对真香 号外号外 我们的粉丝就快破万了 沉蒙大家的喜爱 我们的视频赚大钱了 我们决定用这些收益 给大家送大会员 请大家留意我们 近期发布的动态哦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请来个三连吧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